下令于红袜2A的刘志荣首次做客精英2A 这也是刘志荣这个球季第一次面对到小联盟打复健赛的大联盟打者 穆林斯面对刘志荣三个打席无安打 而现年19岁明星赛后才升上2A的哈勒代 展现被大联盟官网列为百大星秀第一名的实力 刘志荣单场挨两轰 其中一支就是哈勒代打的 其实今天蛮可惜他打几针很好 对他的配球策略我就有设定出来的是 我自己没有做好没有把他丢出来 然后对方也就掌握得很好 一个是直球然后一个是卡特 都失头跑到不是自己要的位置 下来复健虽然只是复健但是他们 他们也有一定的能力 然后能对决他们也是要把握机会 刘志荣总共主投四局被集出 包括两支全雷打在内五支安打 送出三次四坏保送四次三镇 失三分则失分 中场红袜海狗以4比9输给精英弯袜 刘志荣五关胜负 周末的比赛也吸引华府地区的台湾球迷 来替刘志荣加油 签名合照来者不拒 在异乡然后他们还是会来帮我们加油 蛮开心 TVBS新闻倪佳辉美国马里兰州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坏